不是本場內四組推著寵物鴨 掛勒了還拿飼料餵食 沒想到鴨子突然伸長脖子 打力一著就是這個動作 竟害兩歲多的小女童 頭臉不慎受傷 眼眶紅腫 嘴角瘀青 痛到眼睛都睜不太開 媽媽回想當下情形 不只心疼女兒 鴨子主人的態度更是讓她超火大 小朋友當下就已經是尖叫放聲大哭 然後她就說 那你的小朋友是去碰到她是嗎 我說沒有我們只是路過而已 她說那我沒看到啊 她的同行女伴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態度也沒有很好 然後就一直說到底要多久 媽媽氣到報警 緊急帶女兒到醫院治療 繡花在台北新衣區 當時母女倆準備到櫃檯結帳 經過寵物鴨旁邊 疑似圍觀的民眾開閃光燈拍照 導致鴨子突然躁動 小朋友好奇探頭看 產遭鴨嘴攻擊 還差點被灼傷眼睛 嚇到嚎桃大哭 也沒有說所謂的 就是像網友所說的 這小朋友自己主動去碰鴨 或者是直接貼近推車 其實都沒有 鴨是越出了她的推車 她要告我也是我 透過臉書上面 發這個文我們才看到 我只是覺得很驚訝 因為當下我們也都是 有留在現場 那她就是離開我們視線 就是因為當下 我們沒有互留聯繫方式 這個雙胖的疏失 導致後面可能 她會覺得 我們沒有積極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稍後媽媽帶女兒去驗傷 並提告過失傷害 只是外傷可以醫治 內心留下的恐懼 恐怕一輩子都難以抹滅 藥視序張正銘成功以臺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